大家好,我是美国的Bob医生 前几天我去开我们专业的科研会议 以前呢,我一般都是去我自己的这个专业上面的肿瘤的科研 包括肺癌啊,还有白血病 这次我特别关注健康的生活习惯 对预防癌症的一些相关研究 所以我就专门听了听有三个小时的课 这里面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健康的饮食习惯 我们人到中年之后呢,都希望吃的越来越有品质 不仅吃的好吃,色香味俱全 同时呢,又健康 让你吃完了之后,吃的时候舒服 吃完了之后更舒服 然后让你的身体也感兴隐自己做的决定 所以这次学到一个新的词 叫做prudent diet 翻译成中文应该叫做谨慎饮食和叫做理智饮食吧 这个主要是相对于典型的美国式的西方饮食 Western diet 有哪些特点呢 这种prudent diet 就是谨慎饮食 主要是富含蔬菜 水果 豆类 鱼类 加禽 和whole grain 就是全麦的这种面食和低脂的乳制品 叫low fat 这些牛奶啊 或者是起司 或者酸奶等等 相比之下呢 在美国的典型的西方饮食呢 就有更多的红肉和加工的肉和全脂 还有甜点 糖果 含糖饮料 等等吧 就是我们都知道不太好的那些饮食 包括就是fast food 就是快餐 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呢 我们这项研究在美国的结果和在欧洲的结果不是特别一样 在美国呢 就发现如果用这种谨慎的饮食 更多的水果蔬菜呢 就可以降低肺癌 呼吸道和消化道癌症的风险 同时呢 有一部分乳腺癌的发病率也会下降 然后和心血管疾病的呢 它的这两种饮食的比较就会发现 那种典型的西方饮食呢 就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但这项实验呢 在欧洲进行做的时候就发现效果有点不一样 这种西方饮食在欧洲呢 没有发现有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这一点我觉得主要是跟在美国的西方饮食 确实是真的是非常垃圾 在去欧洲我去玩过几次 就发现那边不仅各种各样的快餐店 都有很健康的快餐店 而且他们的肉啊 还有蔬菜啊等等 它的质量我觉得也比美国要好 所以我们美国还是在这方面 有很大的提高的余力 还有一点我要提出来的是 我们有时候在被推送到文章来看说 现在新出的饮食概念是说要低脂 低脂肪低油脂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这里面提议的这种谨慎饮食 是相对于西方式饮食要降低一点 但并不是完全要无糖无油 不是这个意念 不是这个概念的 好 再提一下 我本人是一个中国北方人 中国北方人的特点呢 就是吃了淀粉比较多 跟进食物 比如马铃薯啊 还有这个红薯啊 等等这类的比较多 肉类比较少 蔬菜类也相对比较少 这类饮食已经和更高的中风的这种概率有所相关 如果我这种北方 中国北方人来到美国 又再加上吃快餐 红肉 加工肉 那就风险就非常大了 所以我觉得来了之后呢 我就看一下其他的那种饮食 包括一种叫做地中海式饮食 地中海式饮食最近是非常时髦 它的几个特点呢 也是要有大量的蔬菜 豆类 水果 非精致的穀物 橄榄油 还有乳制品 也是要适量的摄入 它比较有特点 一个就是有一些肝果类 这一点我也在我的饮食里增加了一些肝果类的摄入 还有一点要讲的 就是美国这边有一个心脏学会 给这个吃蔬菜啊 吃水果有一个定量 这个定量的说法非常脑残 就是说叫五个serving 五个serving什么意思呢 在美国人他们经常喜欢用cup 这个就是一个cup 我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来讲呢 就是如果是用一个拳头来讲就比较好说 如果你吃一个苹果一个拳头就是一个serving 所以一天要五个serving的蔬菜和水果加在一起就好了 好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